她說她的葉子到底是怎樣? 我卡一丁的替生一樣 就是葡萄 Majika1904 這個葡萄長得有一點 那個葉子可能不一樣 這個藻木是怎樣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種葡萄 種葡萄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材仔在種的那個時候 那麼你一定愛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年看這起來怎麼剛種的 如果說今年種的 你今年種葡萄的時候 葡萄這個落葉果樹 它是四季分明的 所以有的說在台灣我們可以做兩塊 對啦你可以去做兩塊 你可以去做什麼都可以 這沒什麼要緊 其實葡萄是一個又耐貧磁又耐水又耐汗 這個什麼樣的環境 它堆到一些惡劣的環境 你怎麼刺激 這我在药門看到 這堵水一個夏天堵過變水 葡萄還沒有死掉 那堵水那堵水是整個幾乎都淹到 都這樣 這樣白白的那種的 你都沒看到葡萄的頭是在哪裡 什麼 光看見到那邊那一隻 你如果藥味站在裡面 可能有超過30公分以上的這個水侵 那這個又不是怎麼樣 又五遍 淹了五次 那麼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 這個 實在是真 也不知道說什麼 我們說真的解釋很辛苦 但是他還是沒有死 所以他很重 因為普得很重 就是你種的時間 比如說他開始這個 萌芽的一個時間 萌芽的時間 你就要那時候來蒸 開春了 大概在3月以前 那時候來蒸是最好的 你如果在 比如說你熱人的時候蒸 他開始蒸到一斤 他就 會長得不好 所以蝦子看起來就沒什麼最重 所以我是覺得說你這個是在那季節 那個時間 看不看 這個看起來的這個情形 但是這個又不太像 這個好像是 這什麼品種 看不出來 好像山葡萄 蝦子很小 所以我在懷疑是不是季節不太對 你說上面 看不出來的這種像 這種的一個 這個葡萄 葡萄有一些這種 這個病害 有一個病害 真的就是像你說的 這樣 這個 就是說在比較老鄉的一個地方 有一種斑點 這種的這通常是一個叫做瘦病 瘦病 這種東西 但是你這個長的 可能是種植的時間比較沒問題 這不要緊 但是變成就是說 像 葡萄其實以前我都想說 喔 這 蒸下去很久的 其實不用的 比如說你今年蒸 你今年開春那時候蒸 那麼你到 今年的 有的人當年就讓他生了 所以那當然是比較適合 所以 最好是賣 就是說你可以鑑當 這個一年以後就可以讓他 這個試生產 然後第二年 就是說 你今年蒸 那美女呢 就可以讓他稍微調一塊 冬年麥 冬年麥 冬年麥給生 到美女給他調一塊 到後年就可以生產 第四年開始 第五年就可以達到 他產量的一個高峰 他的產量高峰 所以這個東西是 和這個火龍果是差不多 比較值得去投入 那麼這個繡柄 這個通常就是說 在我們熱人的濕度高 那個時候 濕度館的這個時候 在比較省色的火車上面 這樣 這個 有這種板點 有時候有些 有些 有些 這種包子 所以那種生一生 那這個提早落葉 這個火車比較容易 那麼在熱人的時候 很容易 很容易 發生 很容易發生 那麼 在我們台灣 有時候就是說 因為我們會做兩水 所以 你若是這片處理得不好 他後一百會更嚴重 所以這在這裡 可以讓我們聽說明明 那麼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大體上是 藥在傳應該是像 這個山佛民 雅托民 這種都會駛駛駛 那麼稍微處理一下 那不然你如果說 要做兩張而已 就做出名的 沒有你就把它用 一個細片 這磅大座去農藥 你傳一個細片 來改這個做處理 那麼他就很快 很快 他就可以處理好 那麼 他 你目前這種 掌聲看起來 這個基本上是 種的時間比較不對 這個噴噴的就好了 這個磅瓶的 稍微把它噴噴的 這個葡萄非常重視栽芯 就是說你種 你要給他準備真正的 你不能把他 把他的芯都完全黏掉 每一個位置都會補一個測牙傳 要像 因為你要給他準備 要快速生長 你不能 有人說都黏黏黏 都漏一支滾路一直上去 那種做法 我說 我感覺這樣不太對 所以 不然另外的修正 這種不一樣的一個政法 那麼 在我們這個 亞洲大地區 好像還做得挺 還試出來的結果挺不錯的 就是說他漲下去 他撤牙出來 撤牙出來 他無神病的肥子都漏了 他撤牙如果有出來 有出來的時候撈一會 撈一會 撈一會 他如果是有手就把手黏掉 現在他如果出來 撈一會就黏掉 因為他有撤牙出來 他結尖比較會縮短 有的說趕快要準備 太早準備就不好 因為葡萄的行動很快 你給他看來 結尖不要太大 看來看來看來看 大到這個邊上 他都有夠休 起床之後 開始把他放開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因為葡萄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在葡萄中心 這個楊耀祥老師說 這個葡萄賢 這個葡萄賢後好啊 就是說 你在葡萄園裡面 你在葡萄園裡面 在葡萄園裡面 不能拍到日 但是不能看得到日 在葡萄園裡面 不能直接拍到日 但是不能看得到日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他葡萄的這個 我們做 你看國外那種什麼Y字形 整枝什麼 那人釀酒的人 那種 雲南那種是 他們比較涼涼的 這個地方 溫帶地區在種的 這種高山 那種他們可以秘籍 高密度栽培 但是那種東西 生產不出 優質的葡萄 這東西 我說的是優質的鮮食葡萄 應該是不會 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老實說 所以在這裏 我覺得最重要 楊老師說一句 照不到陽光 但是還要看到陽光 從這個葉子的間隙 能夠這樣 稀稀落落的灑落 這種的就是一個最好的 一個頁面的指數 這效果要記住的分佈 各方面就是 你不能頂頂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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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